医生提到的肺肿块是指肺部影像上直径大于3厘米的节节性病变,是一种站位性病灶,这些肿块可能是良性的,也可能是恶性的。 良性肿块通常由炎症感染,结合分支感染刺激,肺错购流等原因引起。 生长速度较慢,边界清晰,一般不会扩散和转移,而恶性肿块则主要是由癌症引起,如肺癌。 生长速度较快,边界模糊,容易出现扩散和转移。 恶性肿块如果不及时治疗,可能会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。 一旦发现肺部肿块,患者应尽早就医,遵医组完善相关检查,如病理活检,以明确诊断并进行治疗。 对于恶性肿块,除了手术切除外,可能还需要结合靶相治疗,放化疗,免疫治疗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疗。 早期发现和诊断对于恶性肿块的治疗至关重要,可以提高治愈率,减少复发的风险。